慈雲山慈樂村火警案 受傷的四姐妹都需要留意 涉嫌傷人被捕的大姐 全身七成皮膚燒傷 情況危態 53歲的二姐姐 雙手和背部燒傷 情況嚴重 51歲的三姐姐 腹部有刀傷 身體二級燒傷 留意伊莉莎白醫院 深切治療病房 46歲的妹妹 全身三級燒傷 她和三姐姐都需要做手術 火警中有四名女性傷者 全部死人 傷勢嚴重 免有生命危險 她們主要傷勢是皮膚大臉色 以及燒香 其中一位傷者 各部都有膨脹 事發在星期日 下午三點多 慈雲山慈樂村樂信樓 一個35樓單位 涉事的四姐妹 懷疑因為賣樓問題起爭執 期間大家姐懷疑用刀襲擊三妹 混亂期間單位起火 消防說現場有兩個起火點 火勢的蔓延速度不尋常 認為起火原因有可疑 可疑 可疑 可疑